古代人认为,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大地是永恒不动的,太阳和月亮是围绕着大地旋转,每天日出月落,月出日落,交替变幻不一而终。 根据日月交替变幻的特点,我们的祖先创造出这样一个字,上面的日代表太阳,下面的物字表示日月交换,这个字的读音是意,交易的意。 意就是日月交替变化,又引申为改变,交换,比如一风一俗,一物一物等等,还用来表示平和,容易,不费力的意思,比如平易近人,轻而易举,通俗易懂等等。 意,容易,容易,便宜,交易的意,意。 意。 意字再造的字,大多有交替变化的意思,比如蜥蜴。蜥蜴也叫壁虎,四脚蛇,是一种爬虫。 所以用虫字做旁表意,又因它的身体可以随着季节环境的变化而变色,就像变色龙,所以用意字表意兼表读音。 这就是蜥蜴的意。 意,虫字旁意,蜥蜴的意。 意,蜥蜴的意。 意,下面,我们再来看看踢足球。 运动员的双脚不断地变化着,交替着踢足球。 因为踢要用脚,自然要用足字做旁表意,而踢和意读音相近,韵母相同。 所以用意字表示读音,这就是踢字。 踢,特一踢,踢足球的踢。 踢。 球赛正在进行,守门员的眼睛盯住对方,谨慎地判断着球场的变化。 这就叫做警惕,因为警惕就是小心,留心,当心。 所以,要用竖心做旁表意,再用意字表示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式,并肩表读音。 这,就是警惕的踢,要读四声。 踢,警惕就是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或错误倾向保持警觉,比如提高警惕,保卫祖国,警惕伤红爆发等等。 踢,特一踢,警惕的踢。 踢。 在市场上买肉,经常可以见到熟练的踢骨动作。 卖肉的人不停地变换刀法,把骨头上的肉刮下来,这叫做踢骨。 因为踢骨要用刀,所以用利益刀做旁,再用意字表示肉骨分离,并肩表读音。 这,就是踢骨的踢字。 踢,利益刀旁踢,踢骨的踢。 踢。 故事后,立了战功的人,皇上要给他奖赏。 皇帝给大臣东西叫赏赐。 谁给皇帝做出贡献,皇帝就讲给谁钱物。 实际上是一种交换,用贝字表示钱物,再用意字表示交换,这就是赏赐的赐字。 需要注意的是,赐仅限于上级对下级,下级对上级或者平级不能称为赐。 比如,恩赐,赐教,西赐回音,寿赐良多等等。 赐,赏赐的赐。 赐。 现在,我们来看一样金属。 这种金属银白色,有光泽,但是它的质地非常柔软,富有延展性,粘接性。 你们看,电烙铁一碰到它就融化了,最适用于焊接。 它的名称是锡。 因为是金属,所以用金字旁表示,又因锡、义、韵母相同,所以用义表示读音,这就是焊锡的锡。 过去有很多酒壶、酒聚和蜡台,大多是用锡制成的,锡还用来制成合金,是用途很广的金属材料。 锡,锡一锡,汉锡的锡。 锡。